张国芝自从生完三胎后,就开始热衷在公众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,不是出去冲浪,就是将网友画一分钟速成装,要不是他本人有出镜,小八都要怀疑在背后操作这一切的另有其人了。 他一活跃,有关他的话题讨论度就一直居高不下,先是三胎生父遗云,从父上到前任道飞人对象,大家把相干不相干的人,都拿出来猜了一遍,但张国芝除了澄清,始终未松口承认生父是谁,也得网友愈发好奇。 再就是张国芝为助阵新喜智之王的宣传与新言同化了。 他们二人一站在那儿,瞬间就勾起了许多人的回忆,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影片《球流飘飘》,尤其两人还原了喜智之王的经典动作。 张国芝鞋靠着周星鞋挑起了他的下巴,最近他还出席了新喜智之王的路演,这也是他生完三胎后,首度公开亮相。 在现场他透露说,他参与了电影的配音工作,可见他和新也的关系非常好了。 而除了和新也同化,近日又有感来爆料车,张国芝将与陈小冬上演世纪大合体。 陈小冬想必大家都知道,他是张国芝的前任之一,在2000年的时候,他和张国芝大房分开恋情,外界也十分看好这狼海女帽的一对,称他们为东芝恋。 只可惜东芝练仅被持了一年就结束了,当时才是张国芝经纪人的,向太列了陈小冬欺踪罪,导致陈小冬一直被认为世界张国芝上位,两人关系也一度是通水火。 直到陈小冬升级当罢,张国芝大方打电话喝起才有所缓解。 但在2010年陈小冬上康熙来了,被小S问到与张国芝的往事时,他又十分讽刺地说,他张国芝好像不止跟他谢霆锋在一块,好像还有好几个。 陈小冬的这番言论,可以说非常败好感了。 当时两人分手已近十年,他还空口无品地毁坏张国芝的名声,无怪乎网友骂他是杀钱人。 按理说被这样污蔑过的张白,只应该会与陈小冬劳死不相往来才对。 但没想到,最近陈小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又透露出张国芝可能将参加拍演唱会。 事情起因是,陈小冬将于三月份在洪馆举办演唱会,有记者问他,会不会请张伯芝来看演唱会时,他并未正面回应,但却说,这个提议还不错。 而据悉,陈小冬其实早已获得妻子批准,正在联系张伯芝请他当嘉宾。 污蔑过前女友还好意思,请对方来自己演唱会,陈小冬的脸皮简直比城墙还厚了。 然而要是到时候张伯芝真的出现在了陈小冬演唱会,小爬只能对他的大度说一句佩服。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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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